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在写给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航空科技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 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最大的科技领域之一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航空科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开展全球航空科技合作十分必要 大有前途 希望本届大会为促进全球航空科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第32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当日在上海举行 由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主办 中国航空学会承办 在写给向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继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的贺信中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 科技创新和大数据应用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克服困难 在全球范围内落实2030年议程 习近平强调 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平台 和本次论坛 共谋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之际 加强国际合作 合力为落实2030年议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继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开幕式 当日在北京举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关注的阿富汗方面 在阿富汗塔利班和凡塔武装5号继续在东北部的潘杰西尔省激战 塔利班声称已经控制了首府巴扎拉克以外的所有地区 凡塔武装是否认战斗实力 但是领导人马苏德表示愿意停火和塔利班和谈 塔利班5号表示 他们在潘杰西尔省的战斗已逐步取得进展 除了首府巴扎拉克外 潘杰西尔省所有地区已被塔利班控制 攻打巴扎拉克的战斗仍在继续 凡塔武装拒守潘杰西尔省 同塔利班战斗已持续多天 凡塔武装否认战斗失利 指他们已夺回战略重地帕利亚高地的控制权 俘虏了大批塔利班人员 报道至有大约1500名塔利班人员 向凡塔武装投降后被俘虏 凡塔武装领导人马苏德在社交媒体表示 为了阿富汗和平稳定 凡塔武装准备立即停火并进行谈判 条件是塔利班也停止进攻 并撤出潘杰西尔省 据阿富汗媒体报道 凡塔武装的一名发言人达什提 已在战斗中死亡 消息传出前 达什提还在社交媒体发信息 指凡塔武装正从塔利班手中收复失地 在首都卡布尔机场重启后 阿富汗最大航空公司阿里亚纳航空 恢复了卡布尔与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 和堪达哈三个主要城市的国内航班 虽然国际航班仍未恢复 但机场已开通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通道 来自卡塔尔的医疗用品 食品和婴幼儿奶粉等人道主义物资 正陆续抵达 另一方面 英国媒体报道 在阿富汗中部吉尔省 一位名叫内加尔的怀孕八个月的女警 被塔利班人员殴打和开枪打死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西德回应说 他们正在调查事件 强调塔利班没有杀害内加尔 穆贾西德重申 塔利班已经承诺 不会向前政府人员报复 又指内加尔的死 可能同个人恩怨有关 自塔利班控制首都卡布尔后 西方媒体多次报道 阿富汗发生多起妇女受迫害事件 近日有妇女上街游行 要求争取妇女权益 但遭到塔利班驱散 而塔利班教育部门日前发布文件 在斯利大学救度的女子 必须穿长袍 以及佩戴覆盖大部分脸部的尼卡布 同时要求按性别分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范塔利班5号在喀布尔会见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 副秘书长格里菲特 确保获得联合国的人道援助 另外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当天呼吁各国接收更多的阿富汗人 让他们能够过新的生活 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报道说 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 在社交网站推特发文称 阿塔二号人物 塔利班创始人之一的巴拉达尔 及其代表团 5号在喀布尔的外交部 会见了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 副秘书长格里菲特 格里菲特也在推特发文 重申联合国致力为阿富汗数百万 需要帮助的民众 提供公正的人道援助和保护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5号主持周日弥萨时 祈愿有更多的国家 能够欢迎及保护 寻求新生活的阿富汗人 方济各又为在阿富汗境内 流离失所的人祈祷 让他们得到援助及保护 同时又祝愿阿富汗年轻人 接受教育 这是成长所必须的 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问题特使 萨迪克5号主持召开视频会议 与阿富汗周边六个邻国 包括中国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 共同讨论阿富汗局势 会议指出 阿富汗和平对地区的安全稳定 至关重要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 当天分别与沙特和阿联酋 王储以及卡塔尔艾米尔通电话 呼吁国际社会给予阿富汗人民 经济支持 帮助阿富汗重建 德国总理默克尔5号表示 喀布尔机场恢复航班飞行 是个良好讯号 他又称 要想撤回剩余的合约人员 德国必须与塔利班进行接触沟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5号先后启程飞往中东地区展开访问行程 除了答谢盟友此前协助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之外 两人也将和盟友协商共同应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 布林肯将首先飞往卡塔尔 再转往德国 在访问卡塔尔期间 布林肯将会晤卡塔尔高层官员 而在德国会和德国外长马斯 在拉姆斯泰英空军基地 共同主持一项20国部长级线上会议 商谈阿富汗问题 在布林肯出发的同一天 美国防长奥斯汀也启程飞往波斯湾 他将先后访问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巴林和科威特 有美国官员透露 两人将不会在出访期间和塔利班成员会晤 好 相关话题 我们和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请他为大家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阿富汗塔利班和反塔武装 在北部的战斗其实仍然在胶着之中 但是塔利班政权声称很快就会成立新政府了 那您估计塔利班新政府将面临着哪些挑战 如果他成立的话 显然会面临很多挑战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礼拜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礼拜是一方面 你看今天已经星期一了 因为从星期五开始 我们就在等9月3号吧 三天之前就在等塔利班新政府所谓的要宣布 后来他说要到了星期六 星期六没来 星期天没来 到星期一会不会来 不知道 那么这个不断的推迟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我想无非是两个 一个是内讧 对吧 内斗 另外一个是比较谨慎 因为他内部有激烈的和这个保守的这个派别的这个斗争 这个如果是后者 如果是前者那就比较麻烦 如果是后者呢 恐怕还能够让人欣慰 为什么呢 因为说是在包括中国战略的国际社会 现在也不断的对塔利班 我们可以说施加压力 因为你如果要走向国际社会的话 你必须要放弃恐怖主义 跟恐怖主义切断 那么他内部一些激进的人士要不要进政府 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我大胆的揣摩 可能是塔利班内部正在进行一场路线斗争 或者路线的一场辩论 那么包括人事班子 所以还没搞定 所以我们要给他点时间 然后同时的这个星期呢 又是到本周六呢 又是91120周年 所以这个星期是非常敏感的一年 为什么到91120周年 它不但是象征性的20年 非常重要 而是大家知道 这过去20年 这个反恐反恐 越反越恐 那么现在包括 这个ISK在内的那些 这个阿富汗的那些地方的 当地的恐怖组织 其实他们对塔利班也很不满 所以不就以前美军撤离之前 导致的那场有13个美军死亡的恐怖袭击 一是针对美军 二是针对塔利班 所以换言之 现在塔利班再加上我们知道 这几天潘基西尔省三国的 这个跟以前的政府军 现在的反对派的这个战斗 还在继续过程当中 所以换言之 这个塔利班现在有两个 有两个底的 一个是反对派 就以前的前朝的反对派 有机队 第二个是大量的看不见 摸不着的那些 比它更极端的那些恐怖主义 所以我们我在上个星期 已经做了一个预言了 我认为塔利班 塔利班控制之后的 不管他新政府有没有成立 未来可能会进行一场 进入一场内乱 乃至内战 这个显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对此我们要做好 足够的思想和战略准备 好的 谢谢邱先生点评分析 塔利班即将迎来关键的一周 我们来持续为您关注 好 再来关注到 刚刚邱先生提到的一个 和阿富汗局势密切相关的日子 即将到来 那就是911 20年前 纽约世贸周星双子塔 遭到两架飞机冲击坍塌 这个场景在很多美国人心中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统和恐惧 此后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之名 对中东地区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发动了两场战争 但这两次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 没有根除相关地区的恐怖主义 反而是带来了更多问题 而伊朗作为这两地的重要邻国 也成了地区恐怖主义 难民潮和毒品走私的受害者 我们来看911系列报道之伊朗篇 伊拉克和阿富汗是伊朗的左邻右舍 美国以反恐之名 对这两个国家发动战争 导致这20年来难民和毒品走私 不断涌入伊朗 对于美国在中东 为什么会出现越反越恐的现象 伊朗专家尖锐指出 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双重反恐标准 它是像是什么他们在伊朗与抗产 和抗产 美国人想要抗产 抗产线世界 但他们尝试要禁止 伊朗专家 从抗产免 抗产免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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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产免 所以他们尝试 伊朗专家尔想让伊朗专家 抗产免 反而弱 反而弱 在9月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 列为邪恶州新国,但是在伊朗人看来,在这20年间,美国并没有阻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而是暗中支持地区的极端组织敌对伊朗,进而把仇恨和暴力向全世界扩散。 方卫视,郑开吕穆森,德克兰报道。 升幅维持在1.7%左右,台湾股市也升接近0.4%,但韩国股市在平盘的下方徘徊,护身两市开在平盘附近,随后涨幅扩大。 医药、白酒和券商股表现领钱,创业板指更大涨超过3.7%。 互指重返3600点整数关口上方,中午报3618点,上升36点,升幅1.02%,半日成交4406亿人民币。 深程指,中午报14486点,上升306点,升幅2.16%,半日成交5137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74点,随后反复走高,并且重返26000点整数关口。 恒指中午报260034点,上升132点,升幅0.51%,半日成交857亿港元。 香港媒体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在下个月初启用,而债券通的南向通也可能会在10月1号国庆日之前启动。 香港信报报道指,上周有大型银行就跨境理财通的系统进行最后测试, 而各银行目前仍在等待监管部门公布咨询之后的详细修改版本。 报道指,由于内地和香港因疫情未完全恢复通关,内地合作银行可代替港澳的销售银行为合资格的内地投资者提供南向通投资户口见证开户服务。 但香港投资者则要亲自北上到当地银行开设理财通专属户口。 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债券通的南向通预料会在10月启动,最快会在本周公布更多详情。 但也有消息指,由于仍有价格的计价的问题需要解决,确实开通日期可能仍然存在变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四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之后,北交所的筹备工作火速推进,周日更是发布了三份意见稿,向市场进行咨询。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全速进行,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北交所已经在上周五完成工商登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新三板是唯一股东。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新三板董事长徐明将出任北交所董事长。 北交所随后在周日发布三份征求意见稿,分别就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向市场咨询到本月22号。 文件显示,北交所的上市规定基本上是延续新三板的精选层制度。 在交易制度上,公司上市首天没有升跌幅限制,之后每天升跌幅限制三成。 当每次升或跌幅超过三成、六成时,就会临时停牌十分钟。 买卖股份最低数量是100股,之后以一股为单位递增。 北交所又不会强制公司派发股息,鼓励量力而为。 强制退市机制方面则分为交易类、财务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等四种情况。 而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 北交所上市公司在融资额、交易量和估值水平方面, 预计呈现与互生交易所不同的特点。 但培育成熟的北交所上市公司,日后可以选择到互生交易所继续发展。 面对外界猜测,新的交易所日后会否与港交所竞争。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周末出席论坛时强调, 坚决维护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支持丰富互生港通投资范围和境内外企业到香港上市, 预计A股指数期货年内开始交易。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则认为, 设立北交所有助推动内地的经济循环。 华尔街日报分析也认为, 北交所提供另一个渠道, 让初创科技公司留在内地融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 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使民营经济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报道,刘鹤在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 以视频方式发表致辞。 他提到, 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五成以上税收, 六成以上GDP, 七成以上技术创新, 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 以及九成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他表示,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刘鹤指出, 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将来也不会变。 对于中央政府公布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珠海表示, 举全市之力支持配合服务好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 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近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 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越澳合作开发行情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会议指出, 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 党中央关于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 始终信怀国之大者, 据全市之力支持配合服务好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再来看到台湾方面, 台湾军方将会在13号展开汉光37号时兵演习, 其中15号有多款战机将会在南部屏东的加东战备跑道紧急起降。 那日前预演的时候呢, 一架F16战机滑出跑道, 6号再度预演, 受到关注。 1-2K空中预警机F16IDF和幻影2000战机6号清晨陆续升空, 并降落在南台湾屏东基地, 为13号展开的汉光37号时兵演习进行预演。 军方规划15号在屏东的加东战备跑道, 执行战机紧急起降。 8月31号预演时, 一架F16战机降落时滑出跑道, 机头插进土里, 军方为此取消9月1号的全兵力预演。 这次预演是意外发生后首次预演, 受到关注。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可以来这里看这个飞机起飞? 要讲。 网路都有在船? 那你多早就起船了? 4点。 台军近期演讯意外频传, 8月就发生一辆云豹八轮甲车演练时熄火, 受困合床。 一架F16战机起飞后坐舱照脱落, 还有一辆M60A3战车滑落边坡冲撞银射, 加上F16战机滑出跑道事件, 一个月就发生至少4件演讯意外。 台军规划7号和8号将再度进行战机起降预演, 为下周汉光军演做出准备。 凤凰威胁兰镜图陈建达台北报导。 国民党在4号举行党主席选举政见辩论会, 会后的民调显示, 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的支持度遥遥领先, 而选情看好的朱立伦只排第三, 学者认为张亚中获得深蓝党员的认同, 可能会分散朱立伦的票源, 但是国民党主席选战仍有变数。 国民党主席选举将在9月25号投票, 4号举行了辩论会, 四位候选人朱立伦将其成张亚中和卓博元同台交锋, 辩论会后台湾媒体发布了及时网络民调, 出乎预料, 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获得五成以上的民众支持, 认为他表现最好, 将几成居次朱立伦只排名第三, 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深蓝选民的态度。 张亚中明确的两岸政策的一个路线, 对于深蓝族群是振奋的, 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 对于中国人的一个表态, 张亚中是最清楚的。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就是张亚中的和平协议的一个部分, 算是比较清晰的两岸未来的一个走向的一个蓝图规划。 外界原本最看好朱立伦的选情, 但江启成在辩论场上的表现, 出现扭转情势的可能。 江启成在青年的一个议题, 跟造王者的一个议题上面, 讲得非常清楚明白, 这个我是觉得, 是江启成在民调上面胜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 虽然民调不能代表最后选举结果, 但从数据来看, 显然国民党内深蓝基层党员 更认同张亚中, 恐会分散朱立伦的票源, 让争取连任的江启成获益, 国民党主席选举仍充满不确定性。 凤凰卫视黄家腾纪敏怀台报道。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凤凰五间特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